与发展商对于土地的需求强劲 私宅市场去年开始出现集体出售热 这股热潮今年更热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5个项目成交 总成交价56亿元 超过了去年的三分之二 最近这股热潮还延烧到了商用项目 有不少在筹划或已经集体出售 集体出售的热潮还会持续多久 接下来会有怎样的发展 这个位于牛车水的标志性私宅项目 刚在上个月被发展商买下 成交价7亿2800万元 在不远处有两个毗邻的多用途商业大厦 也正在筹划集体出售 在市区的另一端 这两个标志性项目也准备集体求售 这四个项目都是在1970年代落成的 集体出售热潮出现大约一年后 他们才展开集体出售 行内人士表示 主要是因为价钱分配的问题 一般上上周两用的地段筹备过程比较冗长 主要的是因为在价格方面 或者价格分配方面 都属于比较敏感的一个区域 那么在这方面如果那个顾问公司 得不到这个业主们的支持 那么在分配方面 他们将会遇到很多的这个困难 这几个综合项目规模都不小 要价也不低 能不能够受到发展商的青睐 有几个考量因素 他们都是属于99年地气的 可是呢近年这几年呢 我们几乎没有看到 很多那些上楼大厦 在这些集体出售后呢 有那些发展商为他们填补他们的地气的年份 所以呢如果那个政府可以让那些发展商 可以填补这些地气到99年的话 他们的这些项目肯定会比较受欢迎 如果他们的要求价格合理的话 那么对发展商来说是有一定的这个吸引力 基本上在集体出售方面 我们所看到的通常都是住宅的用地比较多 如果他们没有在五年内间进合售完的话 那么他们必须缴交那个15%的额外买家印花税 那么在商住两用的地段方面呢 只有一部分需要缴交这个额外买家印花税 所以在整个发展方面呢 他们的这个所谓的空间会比较大 无论如何 整体来说集体出售的热潮还没有消退的迹象 去年有32个项目完成集体出售 总值大约88亿元 今年截至3月中旬 已经有15个项目成交 总值大约56亿元 几乎达到了去年的三分之二 如果说这个发展商他要投资项目的话 他的这个资金要去哪一个地方呢 当然是去一个价格比较合理的 比如说如果我们说这个房地产要投资在香港的话 他就会看到香港的价格是涨得很厉害 涨得很凶了 在这几年里面 已经通过那个集体出售和那个政府售地的方式 已经填补他们的库存 可是我们知道还是有一些发展商 还没有填补他们的地库 所以他们可能就会经过就是用这个机会来买多一点地 私宅市场好转 但是政府计划在今年上半年出售的地段 并没有明显增加 推出的正选地段是6幅 备售地段8幅 总共可以建8000个私宅和执行共管公寓单位 政府推出的售地地段 一般上都会受到发展商的垂青 因为他们整个买卖过程是比较直接而快速 比起这个集体出售来说 他们可能还要经过分成地技术的批准 或者是高等法院的批准等等 不过 据业者估计 目前有过百个住宅项目准备集体出售 项目之间的竞争肯定会加剧 因此无法成功出售的案例可能会增加 因为集体出售 正在筹备中的地段是偏高偏多 那么最终呢 这个竞争性应该是会在集体出售地段之间 他们那些要价比较合理的 跟那些要价要得很高的话 他们之间就会有一些成功和失败的例子出现 另外大型项目能不能够成功出售 也会受到关注 甚至会影响市场的情绪 如果你某一个项目的成交 那个交易额是太大的话 它的这个要价太高的话 市场吸收不了的话 你可能就比较卖不出一个好价钱 如果还有这个商用的 商业的这个成分在里面的话 商业这一块 我们这个发展上也要考虑到 我们这个商业这一块 我们就要去评估它 就是说现在我们就看到就是线上 这个互联网啊 这些电商啊的竞争啊 使到这些商谱的这些需求 就有很大的一个变化 住宅项目预料会继续 是集体出售市场的焦点 但是业者说 成交的项目会渐渐往中心移 黄金地段的项目会增加 所以这股热潮已经退到 这个高档的黄金地段 因为黄金地段的这个地价方面 我本身的看法 它还有一些上升的空间 那么高档和 至于中低档方面呢 地价已经到了一个 相当高的这个阶段 所以我觉得发展上的这个焦点 今年应该会比较注重于 比如说90、11油漆的那些黄金地段 需求不减 可供发展的地段有限 集体出售的热潮 看来还会继续下去 全商用的项目集体出售有先例 市场最近传出 森林商业中心准备以11亿元 集体出售 如果成功 它将是市区第一个 全商用项目集体出售 下来关心未来几天的财经动态 明天凌晨 美国联邦储备局新主席鲍威尔 将第一次以主席的身份 主持联储局会议后的记者会 市场将关注 它对于今年加息次数的表态 市场认为 它可能会加息四次 虽然之前联储局表示 今年会调高利率三次 今晚的节目来到这里 感谢收看财经追击 我是董苏华 我们下星期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更多精彩视频 请到channel8news.sg观赏 下载toggleapp免费观赏更多精彩节目